蓝白和民调结果揭晓前夕再传新变数 民众党今天无预警突袭抛出五大质疑 并要求蓝营提供民调报告与原始数据 柯文哲的一句话更被解读在酝酿翻桌 蓝营立委马文军卷入国造潜舰泄密案 历经四小时的庭讯后被请回 马文军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因外患罪 被检放传唤的立法委员 前海军顾问郭喜加码爆料 马文军外流的档案近多达3000个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您好我是陈怡君 每周一到周五锁定自由追线频道 带您关心当天焦点话题 首先看到备受瞩目的蓝白和民调 结果明天即将正式揭排 而这两天蓝白两党也上演激烈的民调攻防战 而就在战况越来越白热化的同时 现在又有两份最新的民调出炉 首先看到的是今天近新闻公布的民调 在蓝白和的组合上面是以柯正侯富 小胜侯科配 不过差距可以说是相当的小 只有0.1% 而按照前几天蓝白协商的共识 如果胜富是在误差值以内 也就是由侯科配来得点 而此外近新闻的民调 也对蓝白两党的支持者作出调查 其中在侯科配的情况之下 会损失比较高比例的民众党选民 而昨天出炉的东升新闻民调 则是由侯科配的组合略占上风 不过两种组合的对比民调误差值 同样是在一个百分点以内 而从这两份民调来看 双方的差距可以说是相当的接近 不过由于柯文哲同意在误差范围内的让分 因此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对侯正营比较有利 接着来看到根据蓝白协商的规则 三方各自推荐的民调专家 今天晚间就会举办会前会 提前来讨论民调采计的细节 而就在18号民调结果即将公布的前夕 似乎又出现不少新的变数 其中就包括柯文哲本人昨天接受馆长专访时 亲口透露的一段话 就被外界解读是在预埋伏笔 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刻翻脸不认账 除了党主席柯文哲松口 坦言担心国民党出老千做票 民众党似乎也对目前的民调采计办法很有意见 但您看到今天民众党就再度抛出五点疑问 包括采计的民调单位是不是够有公信力 以及样本的数够不够多 另外还有像是设计的提醒等等 他们都有疑问 喊话要蓝营把游戏规则再说清楚 而今天稍早民众党更是无预警的出招 要求国民党傍晚之前要上传相关的民调报告 以及原始数据 让双方能够做进一步的审查 而针对今天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动作 科办发言人吴宜轩就直言 当然是不希望走到破局的局面 所以才会希望该说清楚的就要先厘清 而民众党立委邱成远也意有所指的警告 如果这两天发现一堆假民调 揭穿一切根本就是国民党设的局 那么选民其实也都看在眼里 而外界现在除了关注 民众党究竟会不会最后一刻反悔 让蓝白河戏剧化的再度破局 在立委选战的方面 前立委黄国昌退出实力之后 火速跳船加入民众党 也再度引来各界的炮火 而身为党主席的柯文哲 不仅昨天在馆长的节目当中 大赞黄国昌战力超强 一个人就可以抵五个民众党立委 现在更是传出党内的高层 有意派黄国昌跟黄珊珊出马 来向蓝营厘清民调采计的相关规则 而柯文哲这番赞美黄国昌的话 现在就连自家人也听得很不失滋味 民众党立院总召邱承远就坦言 听了心里当然不舒服 而立委赖湘林也直言 当然不会承认柯文哲的说法 甚至还不客气的炮轰 黄国昌演技一流 而另一方面绿营今天也把矛头指向柯文哲 批评他用心的贬低旧的 这样的行为根本就是背叛全党 以及过去跟他打拼四年的立委 而曾经跟黄国昌一起参加学运的伙伴 则说对于这样的结果不意外 只觉得不胜唏嘘 无法想象黄国昌最后竟然选择 跟蓝白两党站在一起 接着热搜话题来看到这一起 台湾籍男子陈师曼谷旅馆的离奇命案 现在当地警方进一步调查 结果曝光了 证实这名死者的身份就是 47岁的台湾男子朱长生 而他同时也是民间机构 行胜于盐实践研究院的院长 而这一起命案之所以引发关注 一大主因就是男子的遗体 被发现的时候是全身遭到捆绑 生前疑似遭到虐杀 外界就认为案情恐怕不单纯 而泰国警方目前仍在追查搜索当中 根据警方掌握的监视器画面也发现 事发前出入这间旅馆的人 确实是相当的复杂 目前已经锁定至少两名嫌犯 而整起案情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 而随着这起离奇命案死者的身份曝光 他过去的争议事迹跟黑历史也被起底 包括他曾经被指控假公益珍稀金 以及卷入桃色纠纷 就连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都曾经在质询的时候 痛骂他组织的团体是诈骗集团 而知名经纪人陈孝志则断言 整起事件很有可能是投资大麻 引起的黑吃黑 而在PTT上面也有不少网友揪出疑点 包括认为朱姓男子成立的研究院相当的可疑 也有人认为朱南住宿的旅馆 根本不是一般观光客会前往的地方 直言整起事件水很深 恐怕还有不少内幕 好 接着回到国内焦点继续来关心 莱茵立委麻文军卷入国造潜舰泄密案 涉嫌把相关的国防机密和英党 提供给韩国的有关单位 让潜舰的建造进度不断的延后 而今天检方是首度以被告身份传唤 马文军出庭说明案情 在历经四个小时的庭讯之后 是将他请回 而稍早马文军现身庭外时 是矢口否认自己有所谓的泄密 更说相信司法会还他清白 因为很显然从爆料的英党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里面有非常多的弊端 甚至会危害到我们的国家跟人民 甚至浪费我们的纳税钱 所以就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透过司法单位 可以彻查清楚 如果有弊案 也要把它揭发出来 我也相信司法会还我清白 好 针对整起事件 马文军是替自己喊冤 强调明明是禁立委的职责进行监督 却被外界抹黑成外患 而至于昨天被传唤的 前海军顾问郭喜 则是透露自己已经把所有的 英党跟机密文件提供给检察官 同时他也进一步爆料 马文军涉嫌泄密给外国的 档案数量多达3000个 而且总共连累了多达6家厂商 而整起事件也让马文军 成为台湾第一位 被以外患罪传唤的立委 而今天现身场边抗议的 独派团体台湾国就高举抗议的旗帜 喊出要下架马文军的口号 更呼吁高检署应该要更积极的来侦办 并立刻深压马文军 好国内焦点继续来看到 这起备受关注的共谍案 因为其中一位涉案人 正是艺人郭书瑶的弟弟 而目前全案是以违反国安法起诉 我们还原这整起案件 是起源于国防部街道官兵的检举 表示有退伍军人拉拢缺钱的士官兵 并且要求他们提供营区部署的资讯 而军方移送侦办之后 检掉一度大举搜查 包括金门淡水跟新竹等多个营区 最后查出涉案的被告 就是画面上这一位 扯林教练鲁继贤 而郭书瑶的弟弟郭伯廷 就是因为扯林运动而劫事他 检方查出鲁继贤 是过去在中国商演的时候 被中共勤工人员吸收 不但接受资金还在台北租房子发展共谍组织 他是先吸收认识的几名退役军事官 在透过人脉网路拉拢更多现役的士官兵 并借由请客吃饭或是直接给钱的方式 要求官兵提供军中的文件 而目前包括鲁继贤以及郭伯廷 还有其他的识人都被起诉 而在日前也传出桥头地检署追查一起共谍案 大举约谈了20多名退降 共计有多达30颗星星涉案 那么面对共谍案评传 也让社会更加担忧中共对台的渗透程度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自由报新闻 如果您对今天的议题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